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星期五的晚上让我们再一次同心合意的来祷告 我录制星期五晚岛是在美国时间星期四的晚上七点做的 也就是台北时间星期五早上七点钟做的 那么今天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来往的日子 因为今天早上 吴师母从她的学校参加毕业典礼了 正式毕业了 当然前一阵子口试通过原则上就已经毕业 不过毕业典礼是一个正式的宣告 所以我们的孩子也就从她的家罗车斯特 开了六个钟头的车来到新泽西州参加妈妈的毕业典礼 因为是星期四 所以其父孙子孙女就没办法来了 不过我们三个人 也是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早上 这个毕业典礼延续了两个钟头 是吴师母这个科系 学士班 硕士班 博士班 一起举行的 一千多人 哇 一个一个唱名 虽然时间长了 不过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典礼完了之后 我的儿子请我们一起午餐庆祝 真是感恩了 那么在这个吴师母的读书的过程中真的是看见神的恩典 当然人的坚持也是非常重要 愿主继续使用了 各位 假如你的孩子正在进修 正在读书 或者你自己正在进修 正在读书的 千万记住 神的恩典够用 坚持到底 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吴师母应该就是一个其中一个见证了 那么我们也关注疫情 看见现在本土的确诊数目超过六万人 我们继续为这个祷告 求主恩待保守 赐给大家心灵的平安 肉体的平安 生理的平安 更是灵里面靠主有平静安稳的心灵 我知道各位的亲人 或者是各位自己 或者是儿女可能有确诊的 或者在你的同事同学之中有确诊的 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了 但是不论如何 恳求主继续赐下平安 让我们坚持能够度过这一次的疫情的挑战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了 我们一起仰望主 将我们心中的需要向主成名 我们通信来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引领我们 每一天都是新的 主啊 今天晚上我们要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等候你的作为 亲自经历你所赐的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 恳求主今晚赐给我们心灵中靠主的喜乐 靠主 于是我们就不怕人生的风浪 不管疫情 高低 我们所遇到的状况如何 靠主继续有盼望 经历你自己每一分每一秒的保护 主啊 我们也恳求你 让我们身体健壮 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赐给我们更强的抵抗力 使我们可以看见主 你自己实实在在的做成得救的功夫 愿主赐福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主赐福大家 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好的睡眠 正如我刚刚说 现在录制这个晚岛 是星期四的美国时间 星期四的晚上 那么各位可能听到有一点吵杂的人声 因为我在一个人蛮多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因为我要为吴师母庆祝一下 她长期的读书告一段落 所以呢 我今天晚上送给她一个特别的礼物 什么礼物呢 请你参加明天的晚岛 你就知道了 好的 愿神赐福给各位 晚安